这个赛季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时候该上个风了 啊 啥情况 清语积风低语90 不能排位 我记得我好久没玩了 而且我从来没挂过机啊 怎么就地主持了 我看看记录 九天前被人举报挂机了 九天前 等等 喂 表弟 你上头是不是用我手机打了局排位啊 呃 好像有一局 那时候你好像去医院了 我帮你抽奖顺别玩了一局 怎么了 哦 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晚上想请你吃个饭 哇 真的假的 我要吃麦当了 没问题 想吃多少有多少 呀的果然是这小只坑我的号 今晚我请你吃个狗 刷了 心愿匹配的IG 未点清语风 就你了 李太白 最近很多人想让我出个李白的教学 小意思啊 大家可请问不要小看我这个匹配啊 因为是星阳三的匹配 所以匹配他的对手 队友差不多都是王者或者星阳分段的 所以依然是高端局的李白教学 哼哼 土豪啊 亥严之心 等等 看着我折天的名字 赶快要有一腿啊 我是薛莫兰 成品最喜欢的就去 棒打鸳鸯 看来对手的实力都一成的强大 想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要不要挣扎 要 挣扎不是为了逃跑 因为逃不出去 挣扎只是为了给队友的发育 争取更多的时间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细节 特别是像这种对面三个 五个打你一个的场景 多善言几次的话 咱们的队友估计都能发育成什么 刚才那些都是一些 帮助队友发育的案例 接下来就是李白制射的实力教学 六号边路野怪 使自己的大招 时刻属于即将解锁的状态 然后关键时刻 利用二段为一 切入战场 一个二技能 结束剑护甲 再截大招 直接带着后子 然后再截一技能 瞬间回原地 继续刷一个大招 那是啊 大家看 这里再次遇到了三打一的状况 照我刚才说的做 失禁的挣扎 为队友的发育 争取时间 完美 死了六次 为队友的发育 我贡献了六个人头 也算是人质一惊了 好 这里敌方打算 中路强攻 有鲁班 可以直接秒 刷一波大招 二段为一 直接切入 二技能加大招 然后 投也不回地扯 鲁班 死 还没有结束 继续刷一波大招 哼 汉选老夫子 直接切入打一套 直接秒杀 走这点有点飘 不走是吧 特别像五折天这种 没什么位移 没爆发的脆皮法师 不用刷野怪 直接切入 轻松带走 王里班相当于王脑子 对待不同的敌人 有不同的切入方式 一旦进入优势 那接下来是一定要入侵的 趁打病 咬他命 拿个蓝 然后在野区刷个打招 大家看好了 又是个落单的鲁班 像这种英雄 直接切入 二技能加大招 不死是吧 再送他两件 啊 像关羽 像打关羽这种位移 非常突出的英雄 就是原地先给他 剪个树 削个后甲 然后一技能的恶断 一定要连上 这样就可以短暂控制住他 除了让他 无处可逃 王里白这个英雄 大家千万不要 他主身为一个套路 一定要灵活运用 能直接切的英雄 就不要耍野怪 耍二大招 当然利凤局 另当别了 没把握直接击杀 并且无法直接切入的 不需要多次耍大招 进行消耗 顺便告诉大家 李白的二技能 非常非常的重要 甚至比大招还要重要 因为二技能 减速去护甲的效果 真的太强了 所以李白 一般都是主加二技能 而不是一技能 最后 斯九三六死 轻松加了两盒幸运局 好了 该请我的亲爱的表弟 吃个晚饭了 就在医院边上的家吧 便宜又方便